氣溫逐漸升高 許多人會來顆冰芒果或西瓜消暑 一口接著一口吃下 只有滿足兩個字可以形容 但若水果吃太多 不只熱量爆炸 更可能發生腹泻等後果 因為糖很甜 然後很喜歡 然後就不小心吃過量的話 確實會造成一些 就是血糖上升的一個波動 比方說你一次吃了大量 可能一次吃了五六份的水果 或是一次吃了一整顆的西瓜 或是什麼 你的血糖的波度 可能會上升比較快 那這時候對於一些有三高慢性病 甚至像糖尿病的患者來說 確實就會比較不利 可能會造成血糖的波動起伏 那有些在減肥的人 可能因為血糖波動高 他也會產生一些 所謂脂肪囤積的一個模式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 在吃水果的時候 不管是想要減肥的人 或是想要控制血糖的人 一次大概在一份左右 那你可以在一個正餐的前後 抓正餐前後一小時 你可以去吃一份就是水果 建議一般大家正常的成人來說 一天可以最少吃大概二到四份的水果 那一份就是比方說 假設拳頭大小是柳丁 或是蘋果 這樣子比較有一顆感覺的 食物大概是一顆就算一份 那如果照一般需要切啊 或什麼樣 或一粒一粒像蕃茄荔枝這些 可能就都放到碗裡 大約八分滿碗 就是一份水果的量 比方說荔枝大概九顆十顆左右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份喔 所以可是很多人吃荔枝是一整串的 一顆接一顆停不下來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很多超量 甚至血糖偏高 或是一些慢性代謝疾病 甚至肥胖的問題就會衍生出來 或是像現在芒果 很多人會覺得一顆芒果剝皮 直接一整顆啃著吃 好像有幸福滿滿的感覺 或是現在很多冰品會強調說 它就是一顆真實的芒果給你 那這時候就會有很多過量的問題 吃太多的甜分耶 沒有一點鹽分耶 我們反而會吸收不了 就好像我們吃高濃度的糖水一樣 其實吃高濃度的糖水 血糖不但會升高 而且你其實是會有點拉肚子的 所以我們一般有時候吃太甜的話 要加一點鹽 就是這樣來的 一般小西瓜 你有時候吃一顆也沒事 但是大西瓜 你就不讓它一個很大的那個西瓜 你看不可能就吃完 吃完你一定拉肚子的 因為裡面都是水啊 都是水分跟糖分而已 沒有鹽分的東西 你吃太多水 含水含糖太多的東西 會拉肚子 而有些人因為吃芒果 造成過敏蜘蛛疹等反應 其實是因為芒果的表皮 含有某種化學成分 很多人其實都會說 吃芒果就是好像會中毒 要注意 但其實這個中毒是一個迷思 主要是因為芒果裡面 含有所謂的氣氛 那氣氛這個東西很容易 造成有些人的一些過敏反應 比方說一些可能嘴巴紅紅的啊 或者是一些皮膚發炎啊 甚至一些比較嚴重的過敏反應等等 但是很多人都會想說 對啊 那在表皮我把皮剝掉了 怎麼吃芒果果肉還會過敏呢 主要是因為可能會在 還沒有比較成熟的芒果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 所謂的果皮啊 或者是一些乳汁 就是水果它分泌的乳汁 可能會滲入這個果肉裡面 那些汁呢 其實是一種化學物質 那個化學物質呢 其實是水果呢 那個果樹本身 它這種物質呢 是防止那些鳥啦 什麼啦 或者是昆蟲啊 去咬它 所以它是一種自我保護裝置 那但是這種東西呢 我們接觸到我們人呢 也會產生一種過敏性的反應出來 就產生循麻疹啦 產生腹瀉啦 產生臉部腫脹啦 或甚至休克啦 這是一種特殊過敏的 因為夏日吃點水果消暑很過癮 但營養師及醫師都簡易不要過量 否則可能導致身體更不舒服 甚至發胖 我們就跟上車了 有一個消毒移動呎 廢話 有一個穩困的 是我 我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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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